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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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昨天其實是我父親生日 所以我們其實就是吃完飯 然後散步走一走逛街 結果我們想逛逛發現 原來是最近很紅的妻兒妹 然後因為我們本來其實 因為我自己有單車環島過 然後我們家小朋友 都一起跟我在就是爬百月等等 這個女生真的很了不起 就是願意這樣背得那麼重 然後這樣徒步環島 所以我們就想說 小朋友上去跟她加油一下啊 然後因為知道她英文很好 然後小朋友說 剛剛有跟她聊聊天這樣 我有跟她聊英文 然後送她很多小禮物 就有關她的生活啊 或者是她下幾天要去台灣那邊 我有問她她要去哪裡 她說她要先去她的飯店 然後她要再去廟口吃東西 因為其實我平常有上很多 英文的線上課 西班牙文有時候 也有在一個平台上面上課 英文學了八年了 然後我現在八歲 我覺得因為坦白講 其實網路的東西 看到很多人就很驚慨說 欸透過吃了妹的直播 那因為發現這個小孩的Youtuber裡面 竟然有爵士谷 有鋼琴 有英文 而且英文的狀況 還好像似乎很遠勝於台灣人 因為好像聽說 被她這樣直播以來 然後就發現說 欸目前是她遇到的所有 包括大人裡面遇到英文最好的 那其實當下當然會覺得 對我們來講 其實坦白講不太意外 因為我們已經很蠻常遇到說 她在國外跟人家交流 就是對達如流的狀況 也看到很多人其實會覺得 小孩有可能到這樣的程度嗎 其實我覺得大家真的不用太懷疑 就是其實知道在台灣 其實比她優秀的小孩 非常非常的多 那期許大家其實可以用一個 更良善的態度 然後去面對這樣各種不一樣的小孩 然後給予大家一個更棒的環境 那期待大家會讓台灣都會越來越好 因為包括其實透過她 就像她剛剛提到的 其實我們出國真的超多外國人 都會分不清楚台灣在哪裡 甚至我們前一陣子在西班牙的時候 還會遇到很多中南美洲的人 他們會問我說 我們一些兩岸的問題 甚至有人知道台灣 有些人不知道台灣 那藉由她 甚至很多人問她說 來自於哪裡 她說來自於Kilong Kilong在哪裡 她就是next to Taipei 就是在首都旁邊 大家就也默默發現 喔原來台灣 然後有一個城市在基樓 然後很常下雨 但是其實現在有不一樣的轉變 就是可以讓大家知道說 其實孩子們會不一樣 那甚至我有注意到有網友留言 就說不可能啦 這麼小的小孩會寫程式 其實我知道還有很多的小孩 比她更厲害 包括她前一陣子用Python 程式語言寫了一個 跟現在最夯的 TradeGPT人工智慧的結合 這其實都是她自己有興趣 她就會想要去探索 所以就像我剛剛講的 不用為孩子受限 其實你給予她很大的空間 孩子就會讓我們看到 她不一樣的世界